利用农作物的黑王来绘画 这可说是国内第一人 而且只是利用地上这些油漆作为原料 难度应该是更加困难 难怪现在很多访客都会进来这个社区 一窥创作画家的作品 不简单真的很棒 我觉得他直接这样画都不用打草稿 真的好厉害哦 真的很棒 自己研究自己有 慢慢的自己摸手 创作画家说 他在一年多前在台北退休 回到了自己生长的地方 发现农地方的很多黑王 单调色彩 让社区看来毫无生气 因此他就开始在社区内 进行了美术动物村的计划 这是我出生的地方 回来的时候看到蚵蚪黑黑的 我就把它画 我过想说 我们这个村我把它建立一个美术动物村 我所有发动物 我有分好多区啊 他自小时就是住在我们 保里特米团的这个地方 抵护后回家鄉 他把我们的香菇寮 这个蚵蚪 来围很多的动物 看作是一个动物园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有创意 现在社区内原本黑王都采绘了各种动物的形态 确实让人感到不同的视觉效果 这样的结果一定会带给社区正向发展 业王彩云期盼有更多像创作画家这种人加入社区工作行列 共同为普理政创造美好未来 在地居民表示 在创作画家作品曝光之后 现在都有很多游客的到访 副医长叛逸权 期盼美术动物村计划能如愿完成 让社区成为普理政的新亮点 也鼓励县内有才华的人才 投入与社区发挥所长 米熊怀怀 普理采访报道